大家好,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,我们将要学习P2SQL编程的下一个知识点 变量复值 在P2SQL编程中变量的复值呢 有两种方式,我们就用实例来一一介绍 首先看一下第一种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介绍P2SQL编程时写的第一段代码 这个X空格int冒号等于 这就是P2SQL编程的第一种复值方式 用冒号等于来复值 我们在诗名变量的时候 因为Oracle有这样一个特性 就是数据类型是后置的 所以变量名在前 数据类型在后 而且呢,复值语句紧跟其后 当然我也可以不在声名的时候复值 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复值 也是一样的 OK,那除了这种冒号等于的复值之外呢 我们还有哪一种复值方式呢 还有一种 叫做C-Nact intu,当然它们不是连在一起写的 比方说 C-Nact-Count-Cin into-X 我生命了一个整形变量的X 然后呢,我是在C-Nact语句中看清楚了 C-Nact from EMP 实际上是C-Nact-Count-Cin from EMP 得到的Count-Cin的值 into到哪里去呢 到X里面 接下来我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叔叔是多少呢 是14 没错 EMP表的确只有14条记录 好,这个就是P-L-C-Code的第二种变量复值方式 C-Nact-into 实际上我们在真实的开发过程中 第二种甚至比第一种更常用 因为第一种冒号等于是直接给一个初始值 而C-Nact-into呢 我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条件 去查询 得到各种不同的数据 将这个值负值给变量X 好的,这个呢 就是P-L-C-Code中的变量负值 好,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